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月的薪水都处置成钻石油蹄送给你了 婷婷 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你了 嗨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老板请假 今天超爽的 哇 慢慢说 今天过得很好 赞哦 我乖乖乐中了五百 哇 撩妹狂人呱呱乐中五百块 好幸运哦 真的好羡慕你们哦 冬夜狐狸也来了 哈喽 其实我今天过得没有很好 有一个粉丝呢 他叫做洛克王 他在我直播以外的时间跑来骚扰我 所以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请不要私讯我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支持我的话 欢迎到这里哦 谁敢骚扰我家婷婷 我就去扁他 扁他哦 不要啦 这样好过分哦 直接报警啦 报警 是也不用骂到那么大啊 我再想想好了 无条件支持婷婷 佳怡 佳怡 谢谢大家 不过呢 我已经把洛克王封锁了 请大家不要担心 我希望这里呢 还是可以开心跟大家互动的地方哦 你为什么封锁我 你是个贱人 静怡 静怡 你回我电话 你收我那么多钱 你现在帮你不认账 你是臭婊子 臭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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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提早下线 拜拜 快 快 快点开门 快点开门 干嘛 你关门在干嘛 又在做直播了 你赚钱我也想赚钱啊 又不是在做坏事 那这是什么 干嘛差我包裹啊 不过差你包裹 还不知道你都在乱打 要你好好念书 结果你看你现在在干嘛 在网路上跟那乱七八糟的 网友嘻嘻哈哈的 你这样跟酒店没有什么差别 你在说什么啊 我只想赚钱而已 又不是在做违法的事情 你干嘛用有色的眼光看我啊 不是我这样子看你 而是那些网友 会用有色的眼光看你 这个洛克王不就这样吗 要不然他干嘛在网路上 为你花钱 还寄这个奇怪的照片给你 重点是他怎么会有你的地址啊 我不知道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然后告诉你的班老师 叫学校助你的安全 等一下 你不要把信闹大好不好 他都知道你住哪了 事情还不够大吗 如果跑来找你呢 对哦 你今天回家就怪怪的 是不是他开始骚扰你了 好 我答应你不做直播 但是请你答应我 不要打电话报警 也不要打电话到学校去 外学校的人知道 我发生这种事情 我会很丢脸 我会不敢去上学 好 那从今以后 我送你上下学 喂 没得商量 不答应我打电话报警 好 你要去上课吗 你是谁啊 你不认得我 我有寄照片给你啊 你是洛克王 你要干嘛 我今天是推定来跟你道歉的 我不应该在直播的时候骂你 你看我的日子 准备花要送你 你不要这么借好不好 你不要 我 你 你怎么会上我的学校 直播的时候 我看你穿着制服 查一下就知道 你看我是不是很信心 你每次直播的时候 我都超好认真看 而且 我每一天 都陪你从学校走回家里 都没有发现我 你怎么可能 不要问我 你 我告诉你 你再跟着我 我就报警喔 报红警 你怎么 我对你这么好 你必须要对我 我花钱 还没礼物给你 你现在犯点不认人是不是 我怎样 你是不是把我利用完 就要把我甩掉 我没有啊 走开啊你 那你把我钱回来啊 那我来啊 变态 放开 你谁啊你 你谁啊 你谁啊 终于有一点走开来 走开来 走开来 可能有人会走 看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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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了 走开了 你怎么办 没事 你怎么办 沒事 我再送妳去學校 可是她知道我的學校 她也知道我們的地址 為了她找上我怎麼辦 我幫妳去跟學校請假 然後去我老家住個兩天 好 沒事 不要緊張 我們先去報警 然後回家收拾行李 好 走 媽 妳在找家妳要做什麼 人家比小還要多 媽的 由那個腳印回來 我要帶小田路回家大幾天 我想我幾個人在吃飯 不要計算一些菜 媽 妳在幹嘛 小姐 妳在這裡 小姐 歡迎 歡迎 阿秀好 你好 不然你還是像怡萱一樣 叫我怡婆就好了 怡婆好 我回 我 二姐今天怎麼會回來 阿嬤 今天太陽從氣變出來 你怎麼會這樣說 我老亂說話 要不是我剛放學 我還以為今天除夕耶 不對 二姐除夕還不一定會回來 好啦 尤日 把你二姐還有喬婷的心理 拿到房間去放 我們待會準備吃晚餐了 好 喬婷 我順便帶你參觀一下我們家 好 走 跟你介紹一下二樓 我爸的書法 我爸的房間 無聊 老套 沒什麼重要的 走 我們去三樓 隆重介紹一下 張家最精華的地方 三樓 這一間 風水最好 我房間 這個的話 是我大哥的房間 再來是這一間 我二姐的房間 你們今天應該就住這吧 佈置得也太不張有越了吧 不然張有越應該是要什麼樣子 反正就不會是這種公主瘋 你們是一家人 你應該比我更了解你姐吧 剛好相反 我二姐很少回來 你與其說這大房間 不如說是她的 魚怪 對啦 你們怎麼會突然回來 事實發生什麼事 是 因為我遇到一個變態 變態 什麼變態 就是 因為我在做直播 然後就有一個粉絲跑來騷擾我 今天我出門的時候 還跑來讀我 要不是有張有越把他打跑 真的差點沒有嚇死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來這邊 所以你們算是回來避難的 算是吧 不過你不要跟別人講 因為我不想讓太多人知道 對了 你剛剛說你在做直播 那應該賺多少錢 因為還在念書 直播一直是兼職 而且我介紹的彩妝 競爭滿激烈的 一個月大概只有賺一萬多塊吧 一萬多塊 那很少 我聽我大姐新男朋友說 那種厲害的直播主 一個月二十幾萬沒問題 你大姐男朋友是在做直播的嗎 不是 他開了一間直播公司 是滿多直播主的經紀人 聽說好像滿有名的 對 其實你也應該要找一個經紀人 這樣才有人可以幫你搭那個什麼 業配 談價錢 還遇到粉絲騷擾 也有人可以幫忙解決 對 還是你可以幫我介紹看看 說不定我可以跟他合作 可以 都自己人造的 而且他人很好 一定會答應的